红在这边是一个点 是不是这样子 我在这边是一个点 停顿了 我虽然放松的 是不是 可是我维持到这个姿势不变 表示什么 我在这个姿势不变 在这里停了 我虽然是松的 停了 可是表示什么 表示每一个关节 都不是在他的正位 而是在这个点上面 他的张力 让他在这边停 停下来 这样不懂 这样不懂 所以当我下一步要走的时候 我不需要再 我不需要再有一个力压 我只要把那个张力放掉就好 好拉 哎呦哎呦哎呦 真的 回到正 因为你在那边一定有一个凝 凝转 停下来一定有一个凝 凝转 当然当然当然 我就算是这个他没有 他是最最最最正的 对 这里是最正的 可是因为我手臂是松的 对 所以这边筋被拉 拉出来 这筋被拉出来 对 是不是 在这里 在这里 当我要动了 我不需要去伸一个力 当我把一边 放掉 他是不是就动了 他是不是就动了 对 放了再放 就我讲偏 哦 对 不平衡就动 对对对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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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动 对 不平衡 他就动了 另一边放更多就动 对啊 我只要放嘛 再放 平衡 他不会动 不平衡 不平衡 动了 平衡 不平衡 对 所以就是放的程度 是不是 哦 平衡 不平衡 哦 所以对对 当然要放 你不需要 不需要再用力 不是 我觉得 就是说 申点结构 好像有点像 唐人的主餐 实而紧 实而松 那在打太极拳的过程的话 会施一点点力量 让某一个地方紧一点 然后老师讲的说 到定位 事实上某些关系 他不是施一个力量 而是你的关节松开 重力 手臂有重量吗 重力帮助我们把它伸展开了 太极拳很重要的是这种练习 是重力帮我们伸展开 不是我自己去用力伸展开 练八卦拳是自己用力去伸展开 对 太极拳 太极拳不是 不是 懂 懂 太极拳是用自然力把它伸展开 我觉得太极拳的人一定练过 但 最早的伸展开 他才有办法 对 你比较好做 八卦练到后面 是一样 八卦我这个手上来了 我要拧 我要拧转 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练这个 我要有力 而是我真的在做的没有 你看 我还是用这个自然的力 当然 只是关节每个关节的角度不一样 它自然产生一个凝 对 这样没错 当然 要不懂 当然这样 我就不需要用我 用我的力了 手掌就练这个 是啊 开始要了 开始要了 是这样子 当你有了以后 关节开了连起来了 就不需要了 对 太极拳 太极拳就是这样 对 可是太极拳就是这样 他这个节骨 他不是拿来练 那你也可以这样练 对 对 这样不懂 你也可以这样练 你也可以这样练 可以这样练 我可以这样练 对 张开关节 我不是也有教 教你们这样练吗 你也可以这样练 当然是这样练 对 这样不懂 阶段性练 老实说 你提一壶水 就是要练太极 如果你想的话 你练什么都是了 对 提一壶水 你知道怎么用 放放那个力量 对 知道怎么去找那个重力 对 练行义太极八卦 通通 通通是这个吗 对 没有说明 对 对 你提一壶水 对 怎么跟着这个水走 一壶重的 对 你怎么跟它做平平衡 对 你的身体怎么跟它做平平衡 对 对 两个之间 产生的那个 主客之间的关关系 怎么弄 对 那就是拳啊 要不懂 好 好 所以你们先找点 那个点先做 点先做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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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